启动三头的远点定位,吸气充电后,打开雷通软件 系统提示回机械点点,此时单击全部轴,机器回到机械点点 远点完成之后,关掉远点对话口,此时可以定刀具的远点 先在刀具号码为1的状态下,确定XY轴的远点 查看受控状态栏,当前刀具号为几 在必须是1的情况下才能定XY的远点 如果是其他号码,要切换成刀具1 此时当前刀具号码为2,应该右键单击受控状态栏 用偏制对话框将刀具号换到刀具1上 单击换刀按钮 系统自动换刀,然后单击确定XY,当前刀具号码为1 按上下左右方向键,将刀具移动到材料的左下角 好 此时单击X轴的公交坐标去清零 点击确定是 Y轴的公交坐标清零 此时,X轴外轴的公交坐标清零 清零之后,将刀具1 刀尖慢慢移动到材料表面 单击Z轴的公交坐标清零 此时,X轴用偏制对话框,点击确定 在偏制对话框中,单击手动设置按钮 单击确定,此时,刀具1的Z轴坐标之清零 然后,右键单击速控档台栏 切换到刀具2 单击换到按钮 刀具自动切换到刀具2 单击确定按钮 同样的方法 将刀具2的Z轴 缓慢移动到材料表面 此时,单击Z轴公交坐标值清零 单击确定 在偏制对话框中 再次单击手动按钮 单击确定 此时,刀具2的Z轴坐标之清零 右键单击速控档台栏 在偏制对话框中,选择刀具3 单击换到按钮 单击确定 将刀具3的刀尖缓慢移动到材料表面 再次单击Z轴公交坐标值清零 再次单击Z轴公交坐标值清零 这样,驱动3头的远点定位完成 再次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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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